早晨 怎樣啊 就是跟我拍片昨晚 前幾天 法婆呢 還有你會這樣說 以為你都是我姐姐 我找她啊 我告訴你 老闆不用怕 你做老闆不用擔心 你這個公姻不會找的 如果你對她好 你被狗識 狗時間睡覺 狗時間休息 關心一下她 她肯定了 如果你這麼老闆 房間也不讓她放 根本房間一定要房間 你又不讓她放家 懂事你又是不理她 當她是頭命 不是當她是人 誰跟你做啊 沒有人啊 你賺錢也沒有人做啦 你猜 錢要看你會心得啦 不是喔 健康最重要的喔 健康的話是要 搞事 還有休息 都是要搞時間休息 吃好東西的東西 你有沒有問一下這個姐姐 姐姐你吃飽什麼啊 你還要吃點什麼啊 有沒有啊 哼 你如果這麼老闆 誰跟你做啊 沒人啦 你不用怕 我不夠餵這個公姻的 你呢 那個人是有自己的嘛 你說 有價錢有價值的嘛 你說一下 哼 問題是價錢問題的 你知不知啊 如果你真是好好的人 你不用怕 如果老闆就是對姐姐好 你不用害怕啊 因為呢 我在這裡不是搞姐姐壞的 不過呢 我只是想 幫她們表達一下 你們 起碼 所有的居主 對姐姐 好一點 關心一下她 對她們好像你自己的家人 相信她不是你的家人 如果你叫她做 沒得聽 沒得聽手 沒得吃 個個都是不想做的啦 所以你的價錢大 沒人要的啦 講真 兩三 這些呢 錢買不到的